大家好,我是红酒 今天我给大家主要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双刀制作 怎样制作双刀 大家都知道,在观看下期嫁接里面 咱们有一期是直播间里面 给大家分享过怎样制作这个双刀 但是时间太久了,大家一直要求 要求说是做一期这样的制作双刀的一个视频 今天有时间呢,为大家简单的制作了一个双刀 希望大家呢,看到视频以后 如果有需要嫁接的 我建议都去制作一个这种双刀 它对于嫁接牙接来说 基本上是成功率是非常的高 比踢进口的,或者是咱们这个半木制的 都嫁接成功率非常的高 大家看我怎样操作 首先,咱们呢,先选一根直径 大概在两,直径大概在两公分 一个小木,小木棍啊 长度 大概在十公分 或者是咱们看自己的一个 如果手大,可以给它选择的更长一点 看自己咱们拿着方便使用 然后就自己选择一个长度就可以啊 但我不建议大家选的太长 因为太长 操作起来比较不方便 然后咱们再选两片 这种二三或二四的刀片 但是必须要这种弧形的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咱们这个是三块钱 三块钱十个刀片买的 可以看一下 咱们在打开刀片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刀片 这是二三的 二四按二四的 二三的都是可以的 这个也是 然后再选一个木棍 另外呢 还这种胶 这之前我打开过的 还能用呢 AB胶 一会咱们用来 粘连它 另外再就是这种绝缘胶带 等咱们操作完了以后 用在 用在什么位置呢 用在咱们这个短木棍外边 包装 咱们再包一下 首先 咱们先把这个 木棍吧 削皮 咱们把它进行削皮 咱们在这个削皮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别捂上了咱们的手 大家能看得出来 它更平一点 不会太翘 咱们必须要有这个弧形 这个弧形用来做什么呢 因为咱们用手拿着它 它如果是直行的 如果是直行的 咱们那个刀片呢 也是直行的 然后特别不好放 不好操作 然后咱们弄一个弧形的 随着把那个刀片呢 给它这在笔子上面 然后咱们这头呢 这头粗细都无所谓 只是一个用来当作一个把手 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简单的 这是大概一个形状吧 咱们在粘刻的同时呢 刀的这个高度 刀的这个高度 长度 这一定要怼齐 也就是说 一定要这样把它怼齐 不能说我有一个 一个长的 一个短的 那不行的 然后再就是呢 咱们这个刀片 根部宽度 和咱们这个刀尖的宽度 一定要是一样的 并且一定要保证 咱们上部宽度 和下部的宽度 也一定要是一样的 咱们在摆放这个刀片 同时呢 如果这个小短木棍 出现什么不平整的地方 一定要进行用刀工来调整 咱们看看这个胶 怎么把它粘在上面 最好呢 是选一块小纸片 要不这个胶会弄得挺麻烦 咱们一定要记得少挤胶 用多少挤多少 一会儿咱们用的 一会儿咱们再截 这可不是一线能够的 A叫多少 B叫多少 再把它找一个小木系列 啥的 把它进行搅一搅 咱们搅好了以后呢 就在这上面 用一层 咱们先粘一个刀片 一定要记得掌握好手度 刚才咱们这个刀片呢 是怎么放的 咱们现在还让它怎么放 一定要记得不要差的位置 这个胶还没有凝固呢 咱们可以把它来回的 或者上下的调动 然后把它看一看 是不是放的直 或者是放的不够平整 咱们需要调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刀片 咱们要静置一会儿 咱们把这个木棍呢 另一面 把这个刀片也给它粘化 等咱们这个胶 半凝固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先把这个刀片量一下 量一下 另外呢 还有进行调整一下 先静置几分钟 调整一下 它这个宽度 是否一样 现在已经是 现在已经是1.6公分 看这边 也是1.6公分 前端 一样 1.6 咱们这边 咱们这边呢 也是1.6公分 咱们这边 咱们用手感觉一下 它们这个力度是否一样 咱们感受一下它这个是否平整 大家一定要记得 咱们这个一定要记得 两头的宽度一定要是一样的 上下刀的背面和刀的刃面 一定要是一样的宽度 前端一定要整齐一定的宽度 感觉一下是否平整 然后再用肉眼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刀片是否重叠 现在已经基本固定了 固定好以后就不能再动了 咱们剩下的时间呢 把这个胶再挤一些胶 进行加固 咱们再撕一块准 刀片已经粘合好了 然后它这个位置已经调好了 现在呢就是要进行对这个刀片 加固 这次呢用的这个胶会多一点 大家可以多挤一点 A胶多少B胶多少 1比1 其实这个调比呢 大家都会知道的啊 说明书上都有的 这个AB胶呢 它粘个力比较强 调均匀 调匀 调匀 调匀了以后呢 咱们在这个刀片上面 进行加固 好了 就这样 把咱们这个刀片 把咱们这个刀片在小木棍上面粘合的地方 全部用胶来包裹一遍 用来加固 咱们再静置几分钟 等咱们这个胶呢晾干了 就可以进行包裹了 现在呢 已经基本上 已经固了 不再粘手了 外面包装一下 如果咱们感觉这一段呢 拿的比较细 可以包裹一点这个布 用布进行包裹 咱们包裹的时候 这个胶带 大家可以随意选这个颜色 大家喜欢什么颜色 就可以自己去选什么颜色 进行来包裹 可以选成黑色 也可以选成黄色 红色 都可以啊 大家看一下 这是简单的制作的一个 这个双刀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终于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酒果园 咱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 直播间见 咱们每天晚上8点 感谢观看